這個地方你就知道 這大當老大是要當的耶 對啊 所以我們沒有師父 沒有師父就是這樣 這老大的智慧 因為我們是人 我只要當這個位階當久的人就高傲了 就騙掉 然後因為人過不了兩關 前關跟情關 你絕對騙掉 不是貪財 就是戀色 一定的 沒有錯 因為他們畢竟跟我們的維持不一樣 不是每個人都聽得到他們的聲音 然後他們就會在人間找代言人 這個是沒錯的 但這些代言人並不是師父 就是我剛剛說的 雖然我是他對我的討厭就特別嚴格 叫我不能當師父 為什麼 因為我會高傲 我會假借他的名義 會這樣做 這老大雖然在人間找代言人 他也相當的嚴格 自稱為自己是觀世音菩薩的 自稱為自己是觀音降世的 你就該死了 就是這個概念 不能這樣 你看我一律稱班長而已 我會傳老大的法 但我不是觀世音菩薩 對 這很重要 這很重要 我是當好人就好了 我是人 我是班長 我只是經驗比較多 你們修行上有問題 來跟我討論 我可能會把我的經驗跟你講 你還是必須悟你自己的道 你悟的不是班長的道 不一樣 除非你真的是觀世音菩薩化身 你會再來 但你不會降身 就是像觀世音菩薩一樣 他隨時都在說活世界 但你都不知道 對啊 所以所謂再來人的概念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修到那個層次 我如果能修到那個層次 我會不會再來 或許會 但以我現在的概念 要我再來 那是不可憐的啊 我好不容易求要上去 還要我下來 可以去的不回來 但通常會想回來 應該這麼說才對 因為你上去了 你是帶著葉往生的 他有說帶葉往生 我是帶著葉往生 在那邊不受爆 但很多人就會想說 我越修層次越高 越修層次越高 修到最後 我幾乎正悟了 開悟了 我如果在那邊學到開悟了之後 我會想下來 因為葉歷因果還在 只是不受爆而已 我會想下來 把這些因啊 撩完 會 如果這樣講就對了 所以我們要 要把他理解清楚 講經說法 這個人也很重要 要講清楚 讓人家理解 不然會誤導啊 這個是我們修持的人 自己必須有的慈悲心 才對 沒有什麼分不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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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並沒有分身這件事情 不要被這些 世俗的這些 怪力論神的騙人 就一個人沒有分身 憑什麼分身 我們可以說能量 我可以 我可以能量給你 我可以能量給他 我可以能量給他 那這個相當人間講的分身 那實際上 我們不應該用分身 人就一個 因為你對 你對維次不理解 如果我們用 轉換成西方的維次來講 在那個世界 對啦 在我們用人 人的智慧 只能理解到分身 如果你 當你智慧開到那裡 你到達那個維次之後 那個名詞 人類無法理解 我們暫時只能用分身來理解 但是我如果到那個維次的時候 在你們人看是分身 實際上我就是我 沒有辦法分身 只是我的速度快到 兩個地方同時出現我 三個地方同時出現我 我速度可以這麼快 那是信念的關係 可以使我同時完成很多事情 你們人看到就是這裡有我 這裡有我 這裡有我 那就是分身的概念 但不是分身 人就一個沒有分身 啊所以你用人的想法 一講分身 人就開始妄想 妄想就出來了 意就出來了 就是概念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大家都辦得到這件事情 只要你的心夠平靜 你的維次可以跟五維次 跟那個極樂世界的維次 搭上線的話 誰都辦得到 沒有什麼特別的 他也不是神通 就這個概念 我們就在修這個境界 但很難 人齁一聽到很神奇的 神通的名字 這些一聽就妄想 一妄想就歪了 就很容易這樣子 這個也就是人最難度的道理 我們平常心是很平的很平的 今天一聽到 那裡有錢 就忘了講 那這一關就過不了 那裡有個妹 那裡有帥哥 歪了 人最難修就這裡 包括我 我沒有說我修成 我會講這種道理 問題是我還沒 要過那個關卡哪那麼容易 我絕對不會講我自己過關 不可能 我如果過關了 今天就講拜拜了 我開悟我就走了 一定是這樣 必須是這樣 隨時就回去了 對啊 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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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開悟了 我也知道那裡是什麼地方 我隨時可以登出 我隨時可以登出 我還留在這裡幹嘛 對不對 我馬上登出馬上走 我跟你講 對不對 是這個概念啊 對啊 因為你看開很多東西了 你就不會留戀什麼 什麼都不會留戀 對啊 是這個概念 那很難 很難 修到往生那一刻 都不見得開悟 更詳細的內容 請上官網搜尋您要的關鍵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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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